荒唐 这都什么时候了 共产党都打到家门口了 堂堂上海驻军司令的大公子 居然有闲情一夜 去赢个洋人的赌场回来 这叫什么事 也许江绍峰现在做的事情 对他和他老子来说 是最不荒唐的事情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知道叶飞这一晚上 替他们赢了多少钱吗 多少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数字 而且全是没超 你的意思是 他们在疯狂地敛财 这么说吧 自从蒋经国推行的币制改革 市面上 是不允许流通黄金和美钞的 普通赌场里只能使用金元券 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意 然而在外国人的赌场里 是可以用美金和黄金下注的 现在党国兵败如山倒 上海滩所有的有钱人和洋人 荒荒不可终日 都希望趁最后的机会大捞一把 在上海开战之前 离开这个刀兵之地 那么租界里洋人的赌场 就是他们最好的搏命场所 现在上海最大最高档的洋人赌场 姓了江 你说 江氏父子得脸多少钱啊 日金等金的 那现在你还觉得荒唐吗 好啊 谈 大的大谈 小的小谈 党国的大好河山呀 就葬送在这些个败类的手里 你 贪不贪其实现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叶飞投其所好 和江绍峰变成了生死之交 现在即便你把叶飞 为共产党做事的确凿证据 摆在江氏父子面前 我敢担保他们的枪口是对准你 而不是叶飞 爸 爹 你真的帮江绍峰赢了一个赌场 吃饭都不准嘴 不是 不是 爹 那你帮他赢那么多钱 那江绍也没分你点了 妈 爹 那个都是黄金美超啊 他还是孩子 别跟他生气 吃饭 晚上还得演出呢 小飞 这两天你忙 那个虎子和霞姐的婚礼 我跟袁叔已经选好日子了 就得下个星期五 特别好日子 好啊 明天我把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 发给你 然后做完勤俭之后 我派人发出去 就去酒店跟礼服 我来安排 别操心了 哎 小飞 我跟虎子就不普章了 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婚礼 我必须风光大腕 你就别说了 匣子 这个事 就交给小飞办吧 哎 还好我来得及时 你没有走 兄弟这么晚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家父为你摆好了宵夜 请你一信 将死你一信 家父说了 一定要好好 请请你这个贵人 行了 别说了 走吧 稍等 跟袁叔他们先回去 吃晚饭就回 走 走 走 会不会是和门夜 袁叔 重心吧 小飞不会有事的 家母近日 偶感风寒 所以 不能过来陪你 请尽量 您客气了 叶飞只是一介平民 难敢惊动伯母大人 哎 叶先生 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在上海滩 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江四林给我请 叶先生 你和全子 是挚友 我和你的义父萧爷 也是挚友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一家人呢 就不说两家话 以后这些客的话 咱们就免了吧 好 听江四林的 这酒对了吗 喝酒 叶先生 本来今天呢 应该在上海 最好的酒楼请你 可是听邵峰说 你有你的习惯 所以只能在韩社 吃个宵夜了 哎 江四林 您客气了 您能在家中设宴款单叶飞 说明没有把叶飞当外人 这份心意叶飞行灵了 你能明白这个 我就真不把你当外人了 好 我比萧爷岁数小点 你呢 和邵峰又是结拜兄弟 往后啊 别懂司令司令地叫着 我听着别扭 就叫我输吧 好 张叔 我敬你 好 叶飞 你对当前的时局怎么看 说到底呢 我只是个变魔术的意义 时局的好坏对我来说 没什么太大关系 怎么能说没关系呢 别忘了你曾经也是党国的军人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说 现在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国统区民不聊生 民心尽失 我觉得 失败是早晚的事 叶飞 你不愧是叶飞 如今在上海滩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恐怕只有你叶飞一个 江叔 我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说得没错 眼下的时局 最好的结果就是化僵而至 拼南北朝了 所以啊 恕我叶飞冒昧一句 你应该早些为自己做打算 我这个人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 你是个聪明人 以后在萧爷那里 邵逢的赌场 你还得替我多操操心啊 今后我们父子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可就全靠你和萧爷了 江叔言重了 我跟岳父呢 只是帮了一些小忙而已 其实江叔啊 您对您的将来 已经早就安排好了 是吗 不过您放心 我跟岳父一定会尽力 帮您的忙的 少方 你结识了一个好兄弟 以后 还要多听兄弟的指点 明白吗 明白 叶飞 以后常来做 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啊 谢谢江叔 啊 对了 我虎子师兄跟元夏师姐 周五要办婚礼 我请那些上海的朋友 还有些社会名流来观礼 如果二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热闹热闹 好啊 这叶飞的师兄师姐结婚 这在上海滩就是大事了 我一定告 好 那改天我一定亲自把请柬送上 来 兄弟 婚礼在哪儿端 暂时还没有定 那太好了 所有婚宴酒席的一切事宜 都由我江少峰包了 我保证 办一个上海滩最顶级 最高档的婚礼 少峰兄啊 这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你太客气了 你送我赌场 那么大一个礼 我给你钱 给你股份 你都不干 我一直过于不去 现在终于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替兄弟效力 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是啊 叶飞 少峰既然有这份心 你就成全他了吧 好 恭敬不如从命 这是虎子跟元侠今天亲自送到警局来的 他们的结婚请柬 叶飞也派人给我送请柬来了 听说这次上海各界的社会名流 他们几乎请便了 看来叶飞是要大办呀 不仅萧海生萧爷要参加 连江湖江司令也要亲自出席啊 还有 这次婚礼是由江大少爷亲自操办 叶飞这个时候给他师兄师姐办这么大的婚礼 到底想干什么 叶飞想干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 也就是想静一下心 毕竟虎子跟元侠这么多年跟他在一起 也算是他最亲近的人了 但愿 但愿他真的是为了胡子和元侠 用其他的梦 元侠是我师父的女儿 是我的师妹 她的婚礼我是要参加的 你呢 去 肯定去 既然叶飞和叶云已经见面了 我们整条派程端去盯着叶飞 所以 以叶飞的机灵劲 他能发现不了 其实 我跟叶飞已经是信志诸明的对手了 再藏在背后也没有什么意思 现在挑战书已经送过来了 那我就去会会我这个昔日的老同学 老战友 咱们的好兄弟 是 胡子哥跟瞎姐总算是结婚了 是啊 可喜可可 哎 晓月 嗯 这胡子 以前一直对你挺有感情的 你说 他们这结婚了 咱们是不是得送盆贺礼啊 礼是一定要送的 我在想 咱们好长时间没有和小飞联络了 我觉得婚礼应该是个机会 嗯 这样 我现在呢 去找老周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利用这个婚礼 和小飞联络的联系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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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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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啊 这婚礼是你操办 一边请 刚刚碰到你的机事 耽搁了 什么机事啊 姜司令啊 他没来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你不能告诉别人 叔 老蒋下一页了 我父亲接到紧急命令 去见老蒋 所有黄埔的高级将领 都去了老蒋的老家西口 结束新的任务 结束新的任务 不这么大事 老蒋一下也 整个南京都乱了 接下来 他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乱的乱了 人也够乱 叶兄 恭喜恭喜啊 恭候两位多事了 大纲 听叶飞兄这话 好像对咱哥俩 挺有意见 他可能是觉得我们来晚了 叶兄 叛乱九国时期 我跟大纲太忙 一直没有时间跟你拒绝 关心关心你 兄弟对不住 张镇长 你还想怎么关心我呀 这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我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上厕所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你还准备怎么关心我呀 叶兄 何出此言呀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们军统那些玩意儿 我叶飞了路指掌 你别忘了 咱们可是一块战斗着呢 是吧 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你别给我装傻了 怎么 你要我把这个饭店里里外外 你安排监视我的军统特务 一个一个给你点出来啊 张镇 我警告你啊 让你手下的人给我赶紧滚蛋 要不然 你别怪我叶飞对你不客气 别人怕你们军统 叶飞不怕 他妈你谁呀你 找场子啊 不想活了 江少爷那个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个屁 在上海滩 谁跟叶飞过不去 就是跟我江少峰江少爷过不去的 跟我爸江湖江司令过不去 这里的人马上给我滚 要不然 我马上派兵 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送到你们毛任风毛局长那里 听他发落 这边请 喂 江少爷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啊 您客气了 里边请 谢谢 叶飞 里边请 咱们来日方长 后会有期 叫弟兄们撤 还不快走 叶飞 对不起啊 我孤悟在身身不由己 带我 跟师父和师妹好 我先走了 哎 大哥 那 晚上回家吃饭吧 恭喜恭喜恭喜 你边请 你刚才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蒋介石宣布下野 接下来国民党是战是和 有什么样的军事部署 这都非常重要 所以姐希望你啊 尽快地获得情报 一旦有消息 你就找客人到这个地址找我 放心吧 我已有消息立马通知你们 还有啊 你现在和张楠他们 已经正面冲突了 所以要格外小心啊 那些军统我从来不怕 只是你们不跟我联系 我心里发黄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办 那么大的婚礼 就是要创造机会 让我跟你接头 不愧是我姐 什么都知道 我一看报纸 哈 办这么大的婚礼 肯定是要接我 而且我知道 你肯定能保证我的安全 姐 我这也是没辙了 行了 跟你说了 我走了 婚礼上好多人等了我敬酒呢 姐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张楠那些特务 还在不远的地方监视你们呢 你放心 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 我的撤离方案 都有事 那就好 走了 等等 这是我和你姐夫送给虎子哥 和元霞姐的礼物 你交给他们 放心吧 我一定待到 走了 小心点 你也小心 我知道 � 俄金 来走 来 谢谢 小菲 把大冈送走了 送走了 小飞 你跟大冈是怎么了 这晚上一家人 吃饭的时候 你们俩怪怪的 你是不是怪他 白天没来参加我们婚礼 怎么会呢 你多虑了 大冈提前跟我说过 说他白天有功务在身 他会晚一点过来道贺的 我怎么会生他气呢 是啊 你看现在上海这么乱 也真够我这个 当警察局长师哥忙的了 是 没错 对了 胡子哥 有人托我给你们 带一份礼物 祝你们俩新婚快乐 谁送的 是个亲人 你看他就知道 好了 姐 我先走了 快 走 我先走了 好 谁送到 这幅耳环 是小云当年一直戴的 这块手描是拟绿的 这是他们做我们的新婚礼 也是亲人对我们的祝福 他们还活着 活着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胡子 叶飞同志 你从江湖处搜集到的 京河航警备司令 潘安伯的军事调动 跟部署的一些重要情报 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的胜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级对你做得特别的嘉奖 希望你在即在立 为上海解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老周同志 麻烦您跟上级党组织汇报一声 就是我叶飞一定尽心尽力 完成党组织给的任务 为解放上海 为解放上海的百姓 出一份微博之力 好 小飞 解放上海的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 我们的队伍 已经紧紧包围了上海 过不了多久 上海的天空 就会飘扬起我们的气质 太好了 说吧 你要怎么做 是这样的 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部队 肯定会做垂死挣扎 汤安伯放出狂言 至少要坚守上海三个月 三个月 做梦 所以呢 为了让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少流血 少牺牲 上级之时 希望能够拿到 上海驻军的具体部署 和兵力配备 以帮助我们 有效地打击敌人 好 我会想办法的 小飞啊 上级有一个任务 希望你能完成 姐 你就说吧 小飞啊 上海即将解放了 据我们所知呢 国民党军统保密局 有一个庞大的 特务潜伏计划 也就是说 当上海解放以后 他们会进行各种 破坏行动 如果说不把这些特务 连根拔起 解放后的上海 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所以上级只是呢 希望你想办法 拿到这个潜伏特务的名单 潜伏特务的名单 你 对 执行这次潜伏计划的 主要负责人 就是你的老同学 上海保密局 军统站站长张楠 协助他的 就是董大刚 张楠 我跟张楠已经撕破脸了 要从他那儿窃取情报的话 我这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小飞啊 组织上是这样考虑的 想利用你和董大刚的特殊关系 让你策反他 让他投诚 交出名单 策反董大刚 是 董大刚是元树的徒弟 是元霞的师兄 当年又是你把他介绍给军统的 所以我们觉得 他投诚的机会比较大 虽然说我跟董大刚之间 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但是毕竟 他在警察就做了那么长时间了 我把他介绍到军统之后 张楠很器重的 是他的左膀右壁 所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非常深的 说实话 这个任务 我把握不是很大 叶飞 敌特潜伏计划 对上海的危害有多大 不用我说你很清楚吧 我知道 所以 我们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好 我试试 完了 完了 才多久 南京全是共产党的 化江而至半壁江山 已经成了笑话 时局变化这么快 谁也没想到 秦队 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有什么打算 捞野捞得差不多了 昨天晚上 我爸 已经把我母亲和家人 送去台湾了 那你怎么没走啊 汤恩伯 汤大饭头 他命令驻军 要跟上海共存亡 我爸 也是偷偷把我妈送出去的 我这个时候 要是一起去啊 目标太大了 所以我要等等 你觉得上海能守多久啊 哼 守个屁啊 哎 我爸说了 很多部队 都已经秘密转至无松口 准备撤 上海的驻军啊 就是个胆胜 一旦打起来 战局吃紧 所有的部队 都会从无松口 撤至台湾 到那个时候啊 整个上海 就是一片废墟 对了 汤子林不是说 要守上海三个月吗 三个月 三十天 已经很了不得了 现在军心涣散 谁还有心思打仗 我看 上海是没戏了 上海是完了 兄弟啊 你不如跟我一起去台湾吧 我这么一大家的人啊 我怎么走啊 我江少峰 在上海滩 几斤几两 我心里清楚 凭我江少峰 在上海滩的能力 带你们全家离开上海 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好 不管我走不走 就冲你今天这句话 我认你这个兄弟 来 喝酒 喝 这好像不是去江宫馆的路啊 大哥 现在哪还有什么江宫馆 现在上海滩四周都是共军 大战马上就要打响 我父亲二十四小时住在司令部 为了我的安全 现在 我也住在司令部 也好 现在外面太乱了 你就司令部里面安全也行 好 这么慢呢 快点快点 爸 你真的要去台湾呢 台湾我是不会去的 我想接到香港去美国 你说江南极有我很多好朋友 我在那儿有不少资产 足够我够下半辈子的 爸 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故土难离 我也不想啊 你们也知道 我是江湖出身 过去我做过一些事情 新上海很难容下我这样的人 很多大亨都已经走了 我想了很久 还是走吧 爸 虽然说 您之前确实干过一些 不太光彩的事情 但是在抗战时期 您是出国力的 您现在只要为解放中国 再出一份力 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被难您的 完了好了 干不动了 新中国是你们年轻人的 小飞啊 这次只有阿全跟我走 老韩和齐涛他们 不想离开上海 人格有志 我也不强求他们 老韩 桃子 上海现在这么乱 你们无论如何 要保护好小飞 和他锦绒班所有人的安全 老爷 您放心吧 老爷 我们这些兄弟 都听非少爷的指挥 小飞啊 你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我的这些兄弟 关键时刻 你会用得上的 嗯 我也希望他们 能为上海的解放做点事情 将来也能有个好结果 是 爸 您放心吧 您的意思我明白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哎 小飞啊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我记得 当年 你杀掉小叶次郎之后 我就在这儿为你送别的 没想到 现在离去的人换成了我 爸 上车吧 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嗯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在这儿为我践行 有意义 我希望有赵一日 您能跟我一样 冲回上海滩 但愿吧 全叔 我要把我交给您照顾了 放心吧少爷 老爷我照顾 你们也要多保重啊啊 小飞啊 我把瑶瑶留给你了 每年的清明替我祭奠她 我知道 您放心吧 我也相信 总有一天 您会重新回到这片热土的 是啊爸 咱们有一天 我们会再相见呢 这人一老啊 没出息 走了 我都保重 保重 我都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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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少爷 老爷走了 我们这帮兄弟现在全听您照顾 韩叔 桃子 解放大上海的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 集合所有兄弟随时等我命令 我们要为解放大上海 出一份力 肖海生这帮兄弟如果能为解放上海出力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现在正需要人呢 我干年这么安排 能让帮中的兄弟为上海老百姓做一些好事 也算是将功赎罪了 现在国民党要回到上海 要把上海变成一片废墟 我们上海地下党已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 还有一些进步的市民跟学生 我们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尽我们所有的力量 保护好这些重要设施 工厂以及学校 现在有了肖海生手下这帮生力军的帮忙 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这样吧 我让韩叔尽快跟你联系 一切行动听你指挥 好 肖飞啊 交代你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关于搜集国民党驻军情报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出入江湖的 驻军司令部了 我会找机会下手的 对了 那董大刚呢 我明天让袁叔约董大刚了 我们在茶楼见面 那你明天跟董大刚见面的时候 要小心点 放心吧 其他会带人保护我的 没事 启动 你怎么会在这儿 董局长 我家飞少爷 在里面等候您多时了 启动 你怎么会在这儿 董局长 我家飞少爷 在里面等候您多时了 不是我师父叫我来的吗 怎么会是叶飞呢 他找我干什么 你问那么多干吗 进去就知道了 我 hein 你会在你的 那这他一路 从叶飞 再也就说 你你会在这儿 所以来 我现在还是在这儿 而且他可能在这儿 我觉得你这个 你不在这儿 还要狭解这段感情 就论我们之间 出生入死的交情 今天我必须要找你 叶飞 你不用跟我说 这些套交情的话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但是我董大刚告诉你 党国对我有知欲之恩 张楠对我有提携重用之情 现在的我 不能为共产党做事情 那你把话说明了 好 那我就直说了 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我知道 你董大刚是有正义感的人 也是有血腥的汉子 在大是大非在生与死面前 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为中国 为上海滩千千万万老百姓 做些好事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共产党了 共产党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 我叶飞愿意为共产党 为新中国 为千千万万的人民 抛头颅撒人血 这是原则 叶飞 为人民做事情我愿意 你说吧 让我做什么 我要军头网密局 安排在上海潜伏的特务名单 让我出卖我的手下和弟兄们 做梦 叶飞 你我信仰不同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不要强求我 我也不会强求你 大哥 叶飞 不要再说了 我看在我师父 和我师妹的情面上 看在你我曾经出生入世的情分上 今天的事 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下次我们相见的时候 我将枪和你讲话 大哥 三四 你怎么会跟任何人提起来 大哥 回来了 你刚才去哪儿了 找你这么长时间没找到 今天警局事多 我这不听说你找我 就立刻赶过来 警察局 你根本就没在警察局 你去茶楼见叶飞了 你派人监视我 现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有丝毫的钓鱼倾心 尤其是你这个 即将和我共同完成军统潜伏计划的重要人物 说吧 叶飞找你干吗 别跟我说说有了拉架床啊 我答应过叶飞 不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任何人 我只能告诉你的是 我跟叶飞没有任何的交易 同时我还想跟你说我董大纲 是忠于党国 忠于君主 当然也忠于你 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话 可以让人把我拉出去毙了 董兄 董牧 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 也是我最好的兄长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呢 放心吧 我信任你 对吧 把潜伏计划该做的准备准备好 不能出现任何差事会披露 明白 妈呀 你是干什么 找我进来去哪儿 哎呀 妈 干吗呀 你要干吗去啊 在家呆着没意思 去会个朋友去 会什么朋友啊 你天天跟这些太太小姐 就是要瞎鬼混 妈 这话说得难听了啊 什么叫鬼混呢 在家呆着也没事 我出去转的怎么了 不行吗 不行 师傅 现在早就不演出了 我也不用排练了 而且我有我的自由 你们管不着 站住 哎呀 师傅 你这要干什么呀 小果子我告诉你啊 你爸爸临出门前特意交代了 今天谁都不能出门 等他回来有重要的消息说 所以今天 你哪儿都不能去 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不是 是我爸他能有什么事啊 管你有什么事 既然你爸爸说了 就老老实实在在给我待着 不是 你们都要干嘛呀 门也不让出 还让不着人活了 哎呀 果子 你爸爸既然这么说了 就有你爸爸的道理 啊 耐着点心烦跟家等着 你爸爸马上就回来啊 耐着点烦 好吗 哎哎哎 哎哎 哎 哎 都在哪儿 来 坐 我有话说 哦 好 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为了一方万一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老还会带人过来 把你们转移到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可以团聚 爹 你这是要干什么 什么危险的事 还让我们大家都专一 小果子 该问的别问 都听你爸的 容容 夏姐 你们准备一些随身的依赌 还有一些盘战 贵重物品 记住 东西越少越好 好 富士哥 连叔 你们去警方办案吧一下 如果有人找我 就跟他们说 从来没有见到过 行 还有 尽量少出门 千万注意安全 嗯 一会儿就去 嗯 吃的都用了还够吗 哎 放心吧 嗯 吃的用了 够支撑一段时间了 那就好 估计你不要多久 上岸一天就亮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舍得都没办 好的 各自忙各自的 我先走了 好 小飞 你小心点 我吃的 主持人 喂 走 跟我去解人呗 哎 你去吃一下 走 快点 哎 爸 你们小心点 哎 容容 咱们赶紧去收拾东西 走吧 让你转过 什么 这是你 看你 嘴 公子 有什么 看看 我 谢谢 不客气 兄弟 自己喝上来你了 兄弟 你终于来了 我都等了一半天了 坐 兄弟 你这日子过得挺悠闲的嘛 悠闲什么呀 我爸命令我 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司令部 我都快疯了 这不挺好的嘛 你看你住的这地方 这哪像司令部啊 简直就是大饭店的套房 虽然在打仗 我也不能委屈了自己 对吗 兄弟啊 你真有眼光 我这个房间 就是按照大饭店的套房布置的 而且 这些家具 都是叫人从大饭店搬过来的 怎么样 还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在上海要比享受 谁比得过你江少峰呢 可惜啊 享受不了多久了 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酒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咱们哥俩不醉不跪 说得好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天晚上咱们俩 好好喝一顿 好 喝 喝 妈呀 我终于回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呢 爸 这小果子趁咱们忙的时候 他就溜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去找他去 哥 等等 上海滩这么大 去哪儿找啊 是啊 胡子 你就别瞎出去找了 这离十二点 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不相信这小果子在混 他会耽误咱们的事 小姐说得对 小果子一定会回来的 咱们再耐心等等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上哪儿去了这是 不是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那么不乐呢 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不见我了 怎么可能呢 宝贝 你不知道 今天为了见你 我是冒了多大的心 嗯 瞧你说的 冒险 冒什么险呀 你别问了 琳达 我今天来 是跟你道别的 你还说你没有别的女人 告别 告什么别嘛 明明就是你变了心 不要我了 宝贝啊 我向天发誓啊 我业果要是变了心 天打武雷功 那你的意思是 你要离开上海 说不上是离开吧 但也差不多了 反正不在现在住的地方住 能不能再见到你 我也不敢说 你骗人 你骗人 真的宝贝 这不是我想的 我爸非逼着我 带我们全家一块走的 什么时候走 就今天晚上 所以我才偷跑出来 就为了见你最后一面呢 贝贝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送你最后的礼物了 留个念想吧 别帮我 今晚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来找你的 好吗 叶果 你少拿这些话来糊弄我 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大骗子 我琳达这辈子 再也不想见到你 不是的 琳达 好 冰的 兄弟啊 在上海滩 我江少峰最佩服的就是你叶飞 我跟你说 我求你了 跟我走吧 我们去台湾 去美国 去欧洲 到哪儿都行 我江少峰有的是钱 再让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 到哪儿 都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说你累不累 今晚什么都不了 来 喝酒 喝 老公 叶飞来了 坐 快快 坐坐坐 坐坐 坐 爸 爸 叶飞兄弟是陪我来喝酒的 江自立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叶飞啊 你又客气 这几天我把邵峰关在这里 他都快憋坏了 你能来看看他 陪他开开心 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是打扰 不管怎么说 这儿毕竟是军事要敌 我一拼头百姓的 来这儿也不太合适 你又不是外人 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说了 什么军事要敌 用不了多久都是共产党的 爸 你喝一杯 不了 我这几天 一直没合眼 累坏了 今天想早点休息 好 你们哥俩慢慢喝吧 好 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 萧爷最近怎么样 岳父前两天来信了 他说 他已经安全抵达香港 过两天就去美国 这个萧爷 我跟他说过好几次 让他跟我一块去台湾 可他就是不去 岳父年纪大了 也喘不动了 他到了美国之后呢 想安安静静地 过些太平日子 做过愚公 聊此残生 萧海生 萧爷 一代萧雄啊 是 可惜了 见到他替我问生好 虽然我跟萧爷彼此争斗过 但是他这个人 言而有信 自他跟我合作以后 那真是不少我一分钱 一诺千金 真大丈夫 我跟萧夫人 告诉他 他萧爷在我江湖心中 就一个字 服 蒋子敏 您这一番话 我一定带到 好了好了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你们小哥俩慢慢喝 叶飞 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醉了就住这儿 好 明天再走 谢谢姜思敏 还跟我客气 谢谢姜叔 好了好了 你们喝吧 我累了 休息了 你说什么 叶飞要携家潜逃 是的 镇长 这是叶果亲口告诉我的 坏的话可信吗 自从镇长命我接近叶果 探听叶家的消息 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很自信 那叶果已经完全地被我迷住 他刚才告诉我 今天晚上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出来见我最后一面的 他还说 是叶飞亲口告诉他 今天晚上要带着全家一起转移 这鱼转移去哪儿 他也不知道 停 停 叶飞兄 我对大国的威胁太大了 绝不能让你跑了 马上去召集所有手下 立刻跟我去叶飞家截杀叶飞 绝不能让他跑了 是 我 都十一点半了 小伙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陈毕竹 董局长 张长呢 张长长不在 这么晚 去哪儿了 刚接到报告 叶飞今天晚上要携家军潜讨 张长长带人去叶飞家 截杀叶飞和他的家军 快 快点快点 快点 cut 放开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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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妈 你这凑孩子 这么晚点回来 大家都急死了你 妈着什么急 我这不回来了吗 又没当事 你跟我说 这晚上你都干嘛去了 会个朋友 什么朋友 哎哎哎 容儿容儿 这个事 就别说孩子了 老韩男们 这就到了 啊 来了 来来来来来 什么事啊 啊 怎么了 张楠 怎么是你啊 老大 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来是请你们全家 还有叶飞 到我的保密局去做客的 叶飞不在家 有什么事你找我吧 我在 走 走 哎 林达 你走 林达 你怎么来了 叶果 你不是说还想再见我吗 赵波 转眼咱俩又见面了 你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 你还不明白吗 那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是什么领导 我的名字叫陈雪 是军同保密局上海站的特勤人员 奉了我们站长之命接近你 也是为了打听叶飞 和你们全家的动向 叶果 我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特地出来见我一面 我还不知道叶飞 要带着你们全家前逃 你个臭文人 我杀了你 别动了 别动了 报告站长 没有人 叶飞不在 嫂子 叶飞呢 好 师父 爸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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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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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狂八蛋 我他妈弄死你 放开我 我他妈弄死你 放开我 我他妈弄死你 站长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这么大动静也非早跑了 把他们给我带回局里 严刑拷问 怎么不信你问不出也非的下误 大动 大动 放开我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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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 快走 快 快 快走 快 站长 人都跑了 走 咱们损失了多少弟兄 伤了十来个 死了六个 混蛋 站长 你怎么受伤了 师父 师父 谁杀了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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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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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上海探的黑帮给咱们干啥 张南 你杀了我师父 我毙了你 东大东 要他不是看在潜伏地坊的份上 我就毙了你 开枪 开枪 你开枪 你打死我 给我倒下去 是 走 张南 我跟你没完 我咋有你 看人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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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等了一半天了 兄弟 你昨天晚上喝得好醉 我都醒来大半天了 你现在才醒 几点了 都快十点了 不算了 我该回去了 吃了饭再走吧 不吃了 一晚上没回家 教练肯定着急 那好吧 我拍车送你 不用了 大白天坐你的军车招摇过市的 没必要 我自己回就行 那行 我送你 好 来 桃子 少爷 事情怎么样了 没出什么事吧 能出什么事啊 对了 你们兄弟几个守了我一晚上 辛苦了 少爷 只要你安全 再辛苦也无所谓 对了 韩叔那边怎么样 家人都安全转移了吗 少爷 我跟你说 你别着急 韩爷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袁顺奎 被张男给杀了 什么 就算了 这有事了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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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你带来 你带来 我 不要 我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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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节怎么样 下节悲伤过度 有虎子哥陪他 没事的 袁硕的尸首去哪儿了 刚刚我们的人来报说 董大刚一起替袁硕收拾了 人葬在黄埔江边了 小菲 爹 你打死我 打死我给爷爷爷偿命 小菲 你就把小果子现在打死了 袁硕也不会活过来的 再说小果子他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是啊 小菲 你有头战有主的 袁硕的这笔账 我们找账乱这帮特务算 你给我跪着 跪着 你小果子你给我记住了 你原谅今天是怎么死的 你好好想想你应该怎么做人 爹 我一定会记住 我小果子记一辈子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姐 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 驻军部防图 赶紧给组织送过去 组织上正等着这个呢 我给你姐夫现在就送去 记住 千万注意安全 可乐 在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妹 这封信 麻烦你帮我转交给叶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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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她会这样 其实她完全可以好好地活着 为新中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大哥觉得 这样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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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